大家都知道周深发歌很快,有时候一周之内会连续上线好几首歌,歌迷在开心听歌之余经常苦恼,新歌不到一天就变成了老歌,当然这只是幸福里的烦恼,歌迷内心的狂热不减只会越来越高。 近期周深的五首新歌《威凤银》《美好的世界》《最好的礼物》《真相》《何光同春》一直盘踞在各大音乐平台,每天收听者众多。 今日,前四首更是高居《有你音乐榜前四》,连《何光同春》也位居前十,如此霸榜现象堪称现象级。 下面让我们重温这五首歌,每一首都非常有意义,代表了周深的不同风格,值得无限循环收听。 1. 《威凤银》《国家宝藏展演记》《国宝致敬曲》 这首歌是以国宝《昭灵六郡》为主题而创作的歌曲,整首歌曲《大气磅礴》唱出了少年李世民一起风发,驰骋沙场,建功立业的伟岸英姿。 2. 《美好的世界》 电影《不速来客》主题曲,这首歌周深使用了少见的声音来演唱,加上电音之后,呈现了一种独特的风格。 歌唱这美好世界,拥抱这美好的世界,歌声直入人心,将人带入电影情剧之中。 3. 《最好的礼物》 家庭悬疑网剧《八角亭迷雾》主题曲 这首歌周深采用娓娓道来的方式,诉说着在迷雾的挣扎中寻找光亮,小小一盏灯光,点亮生活的方向。 原来对于我们来说,家是每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。 4. 《真相》 悬疑网剧《真相》主题曲 这首歌充满力量,就算是一颗微小的光点,燃到最后只为真相。 歌曲十分契合剧情,唱出了《冲破黑暗寻找真相》的正义之声。 5. 《荷光同春》 这首歌是生物多样性公约《地约方大会》第十五次会议主题曲。 周深用一种欢快跳跃的节奏,诠释着大自然的美好惬意。 周深能有五首歌曲,同时进入《游泥榜前十》,其中四首高居前四,绝非容易之事。 这也反映出很多人都喜欢听周深的歌曲。 周深不同风格的歌曲均能打动人心,让人听之如痴如醉。 周深又把我唱哭了,今晚开播的《乔家的儿女》带你看人生百味。 《乔家的儿女》主题曲MV也在今天被曝光了,但是吃着CD长大的周深却唱了,听到大自然的声音我就觉得稳了。 主题曲叫《生活总该迎着光亮》,曲调属于那种深情心快,是一种文艺感,却又积极向上的感觉。 有了剧情画面,让人莫名感动,觉得整部剧有了一种讲述整个人生的即逝感。 同一天,张群的海报发布,将剧中人物尽收眼底,光主角就有16个,画面的背景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画, 给我们一种绘画和生活在一起的感觉。 因此,乔家的儿女不仅聚焦乔家家庭,也展示了不同身份,不同性格的人的各种生活。 这部剧有一种独特的气质,就是那种闷烧的烟火,似乎和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,所以总觉得特别亲切。 反正只看片花,MV这些,就能感受到每个人物都不是工具人,都有自己独立的人物逻辑和欢乐悲喜。 这对于爱看群像剧的观众来说,那真的就是逃到宝的感觉。 最后,又被主题取得名字致于道,生活总该迎着光亮。 总该,就让人觉得路途是坎坷的,但你总要好好走下去。 所以,结合画面里,五兄妹从小就艰难生活,长大后也一直是同舟共济的画面,就让人十分感觉到人生不易,五味杂陈。 但谁不是从坎坷中跨过,从黑暗中走来,你还是会确定你最后向着的是光的方向。